游倒了走向城的极简 觉得太麻烦的小伙伴可以砍过来 实施这个手工鲜肉圆子 鲜香口炭会为无穷 走鲜肉圆子呀 可以却零龙猪腿肉 背收而靶 卖回来先洗干筋 然后把皮取一下 即都把肥肉跟熟肉分开来起 都切成小块块的 再分别剁成肉馅 手工多的馅会带点火力感 口感起起来更好奇哦 剁好后把肥肉跟熟肉 都装到一个大盘子里头 记得来挑丸 胡椒粉 酱膜 盐 高度波酒 先拌匀 再用力的搅拌一会儿 这道肉馅有点拉丝的状态就可以了 准备一下碗波酒 手上沾点波酒 接着去一坨肉 用力的再手上来回来摔大 多摔大个几遍 走出来的肉圆子会更加口感好奇 再稍微的整定一下形状就可以了 全部走好的 再一锅锅掰到盘子里头来 然后就可以拿到太阳底下可晒干的 有太阳的话就会比较快 没的太阳的话就会稍微多个几天 不过也没的关系 现在的温度比较低 都不会坏 只要吹干的就可以了 像那样就已经好的 我一共是风干的10天 标面都已经毛油的 捏起来隐隐捏 一点都没得软的痕迹 就可以熟起来了 用袋子装好后封口 然后放冰箱里冷冻保存就行 起的时候再拿出来吸 鲜豆上锅蒸熟就能起了 鲜香苛扣 非手相煎 香香的味道有点儿累死 但是走法会更简单 起起来都是有发酵的香味 特别的瞎烦 肯定是有股东西的 在这是有股东西的 对我们的 都没有 这一项 就是有股东西的